各位朋友大家好 先说一下里巴冲突的最新情况 以色列军方表示 准备从海陆空联合协调进攻哈马斯 所以以色列发起进攻加沙地区的地面战是一触即发 不过以色列军方也同时表示 在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发动全面地面军事行动之前 将给加沙的平民更多的时间 让他们撤离加沙走廊的北部地区 在此同时 伊朗外长阿布杜拉西洋和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 于周六晚上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务并举结了会谈 这就表示了伊朗对哈马斯的支持 美国媒体报道 伊朗在10月4号向以色列发出信息 警告以色列不要在加沙发动地面进攻 如果以色列在加沙发动地面进攻的话 伊朗将不得不进行干预 所谓伊朗的干预就有直接干预或者间接干预 就是通过叙利亚激进组织 或者说支持黎巴嫩的珍珠党 来加入对以色列的战争 这样一来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战斗就会演变成一场地区的冲突 因此现在伊巴冲突的局势是复杂多变 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 转回来说今天的主题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表示 阿富汗受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这个消息很多人表示比较吃惊 这不仅是表示北京和塔利班的关系越来越接近 这也表示这一次北京举办的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不会有什么像样的国家领导人前来参加 因为阿富汗塔利班是一个极端组织 在国际上承认塔利班的国家很少 所以北京如果是邀请塔利班到北京来参加这个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那就会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因为不愿意和塔利班坐在同一个座上对话 他们也就不来北京了 所以如果这一次北京举办的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它和过去第一届第二届一样 是一个有很多重要国家领导人前来参加的盛会 那么北京就不应该邀请塔利班来参会 这样看来 这次北京邀请塔利班来参加这个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也就说明北京这一次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它会是一个很寂寞冷清的会议 不会有什么像样的国家领导人来参加 连塔利班都成为座上兵了 我们回顾一下过去2017年北京举办的第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和2019年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当时确实是有很多的外国领导人到北京来给习近平捧场 参加这个一带一路盛会 习近平在2013年9月就提出了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还有海上丝绸之路 也就是所谓的一带一路的倡议 习近平也就开始为这个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大撒币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马上引发全世界的关注 因为很多国家都认为习近平这个一带一路项目 它是一个很大方的撒钱的项目 是一个大撒币是有大便宜可以占的 因此很多国家出于经济上占便宜的心理 都争先恐后来加入一带一路项目 一时间也让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国际论坛成为一个国际盛会 2017年5月 北京举办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当时出席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外国领导人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俄罗斯总统普京 智利总统巴切莱特 捷克总统泽曼 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肯尼亚总统肯亚塔 老挝国家主席沃拉吉 菲律宾总统杜尔杜特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 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乌斯别克斯坦总统米尔纪·约耶夫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 柬埔寨首相洪森 安塞俄比亚总理德萨尔莱尼 北济总理姆拜尼·马拉玛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 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蒙古总理俄尔登巴特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 塞尔维亚总理武器齐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 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 出席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国际组织领导人友 世界银行行长金庸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我们看了这个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领导人的出席名单 就会感到2017年那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确实是一次阵容相当强大的国际盛会 2019年4月25号到27号 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同样是一次阵容相当强大的国际盛会 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外国领导人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俄罗斯总统普京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克 文莱苏丹 哈桑纳尔 智利总统皮尼拉 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 塔夏祭司 捷克总统泽曼 吉布提总统盖莱 埃及总统塞西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肯尼亚总统肯亚塔 吉尔基斯斯坦总统日恩别科夫 老挝国家主席沃拉吉 蒙古总统巴特图勒嘎 莫桑比克总统纽西 尼泊尔总统班达里 菲律宾总统杜尔杜特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 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 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蒙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纪约耶夫 奥地利总统库尔茨 柬埔寨首相洪森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 希腊总统齐普拉斯 匈牙利总统维克多 意大利总统孔特 马来西亚首相穆罕默德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巴基斯坦总统伊姆兰汉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统奥尼尔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泰国总理赞奥刹 阿联酋总理穆罕默德 越南总理阮春福 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卡拉 出其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国际组织领导人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我们看了这个外国领导人 和国际组织领导人的 出席的名单 就会同样感到 2019年那一次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确实还是一次 阵容相当强大的国际盛会 那么今年10月17号到18号的 这个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它的规模和阵容会怎么样呢 现在北京并没有公布 有什么人要来参加 也没有公布这个会议的规模 或者是他们不好意思公布 因为这一次来宾的 外国领导人的阵容 肯定要比第一届和第二届 要差很多 如果公布出来 就会让习近平灰头土脸 颜面扫地 另外这一次会议的时间 只是10月17号 18号两天 而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会议时间有三天 在2019年4月25号到27号举行 这个会议由三天缩短为两天 时间缩短了 表示会议的规模就缩小了 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新闻中心已经启用 这个新闻中心里就摆满了 习近平的著作 可能北京要把这一次第三届 一带一路和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要搞成一个宣传习近平思想的政治会议 而不再是过去那个 纯粹谈经济的经济会议 这也表现出习近平那一种 叫做破罐子破摔的心理 反正现在中国经济成这样了 他谈经济也没人听了 也谈不下去了 干脆就谈政治 把这个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开成一个宣传习近平思想的政治会议 转到前面说的 北京邀请阿富汗塔利班 来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这就说明 北京的这一次第三届一带一路论坛 它是一个冷清衰败的会议 跟前两届一带一路的盛会 根本不能相比 连塔利班都变成坐上宾了 所以我们看 北京前两届一带一路 那么大的盛会 到第三届这个衰败的大会 也就表明 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由盛而衰 已经有过去的所谓盛势 现在开始走向衰败了 过去来参加前两届一带一路盛会的国家 都是冲着中国的钱来的 当时人们认为 中国有花不完的钱 习近平有撒不完的币 所以很多国家蜂拥而至 都想到中国来捞一把 这个便宜不占白不占 可是现在人们一看 中国经济已经成这样了 估计北京也就没有钱了 习近平想撒币 口袋里也空了 也撒不出来了 这个时候北京请人家来 人家也不来了 更何况现在爆发了俄乌战争 尾巴冲突 北京又是站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对立面 这样在政治上 很多国家因为反弹北京 他们也不会派代表来参加北京举办的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因此这一次北京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肯定是一个没有什么人来非常冷清的一个论坛 应该是改名叫做一带一路低峰论坛的 而上在两天之后 北京的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就要召开了 当时候我们就看一看 北京这个大会开得有多扫兴 习近平的面子有多难看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